大家好,欢迎收看经营论坛,我是石山 星期二,美国国会与中共战略竞争委员会召开首次的听证会,讨论来自中共的威胁 同一天,国会另外两个委员会一口气通过了最少八个专门针对中国的议案 美国精英对中共的认识是否已经全面觉醒 中共二中全会公报中说的风高浪急,惊涛骇浪是否与此有关 中共又因此做了哪些动作,美国和中共是否已经面临全面翻脸的时刻 这种全面的对抗对普通的中国人又有什么样的影响 魏京先生得先问您这个问题 星期二,国会与中国共产党战略竞争委员会举行了第一次的听证会 您也去参加了,能不能谈一下这一次听证会的情况 这个听证会我是按时准时到的 但是已经坐无虚席了,幸亏有朋友帮我站坐 这次听证会的最大的特点就是他受到广泛的关注 几百个人的会场里坐无虚席,坐得很满 然后24个成员全都到了 而且这24个委员呢也一直要就是听到最后 三个小时以后散会的时候他们才开始走 所以大家都非常重视这次的会议 媒体也当然也非常重视了 因为他们选这个时间就是正好是美国的观众都在看新闻的这个时间 所以这次呢效果非常好 当然也有两个跑来抗议的 这个在美国在西方都是很正常的出来抗议 但是他们抗议的东西呢显然和现在美国大众的认识有点脱节 他们说中国不是我们的敌人 现在大多数美国人都认为中国是美国最大的威胁 甚至世界秩序最大威胁 这次那个加勒格尔主席也是这么讲的 就是大多数美国人都已经开始认识到了 过去那套那个绥靖政策是都抛弃了 也认为中共是最大的威胁 当然在应对中共方面 大家还不是完全一致 但是至少这个威胁大家都看得很清楚了 算是有些人说是 对加勒格尔也说是美国人醒过来了 现在终于清醒了 看到这个威胁 这是我觉得这次经济会最大的一个重要作用 对您以前也曾经参加过多次美国国会各种不同的这种听证会 对国会当然您也很熟悉 这一次听证会 就是从您的角度来看和以前最大的不同有什么 这次听证会的我觉得有两个最大的不同 第一个最大不同就是刚才提到的这个人非常多 大家都非常那个认真 非常那个就是情绪非常热吧 这个在过去的我参加的听证会里不多见 就是在二十多年前那个PNT2那场给中国永久罪过 我待遇那场争论的时候有这种情况 当时是国会议员所有人都到场了 没有一个人缺席 争论的非常激烈 情绪也非常热烈 这次呢 虽然没有那么大的争论 但是呢 大家情绪也非常热烈 因为大家都觉得都感觉到了 或者意识到了 这个这次听证会的目标 或者这个委员会的目标 就是要使美国有一个好的正确的对华政策 或者说是过去那种对华政策的一个逆转 一个转折点 所以大家非常重视这个 这是第二个很重要的特点 因为刚才您也谈到说 这个美方对中共的威胁 对中国的威胁 你现在已经有很多不同的认识了 跟以前完全不一样 那我看到和国会里面和共产党竞争委员会 这个他的主席提出了 中共不等于中国人民的说法 也是说要持续的要区分中国共产党 和中国人民的说法 这也是您过去多年一直强调 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说法 因为实际上那个共产党压迫了中国人民 中国人民从来和共产党不是同心同德 虽然现在他们制造很多舆论 说你看老百姓都听共产党的 他不是听共产党 他是怕共产党 他没有办法被共产党所奴役所驱使而已 所以在这个跟中国打交道的时候 推动中国或者说推动中国的民主 也好是像美国跟中国打交道的话 中共最大敌人就是中国人民 所以这个委员会特意把这个分得很清楚 我发现现在有些媒体还是分不清楚 还在那讲和中国竞争委员会 实际上是和中共竞争委员会 一定要把中共和中国分得很清楚 中国老百姓和中共不是一回事 这次听证会上这个主席也是强调了这一点 这是我们二十多年以来一贯的说法 但是美国人现在逐渐 美国政治家现在逐渐的接受这个说法了 当然从上届政府开始就已经开始说这个问题 但是现在接受他的人越来越多了 您在美国已经很多年了 我知道二十多年 除了国会和政府官员以外 您也见过很多很多其他的人 尤其是最近的 您觉得美国社会对中共这个本质的认识 是什么时候开始有了比较根本的这种变化 其实美国的普通老百姓 他们对共产党的认识很清楚 二十多年前那已经是99年的时候 到现在都二十三年了 二十多年以前呢 就是PNTR那个给中国永久最后国会 待遇那场斗争呢 其实各种民调的说明 百分之七十的美国老百姓觉得 不应该给中国这个永久的最后国待遇 要对中国的人权施加压力 保持这个压力 所以其实对共产党的认识呢 从老百姓的层面 那是比较清楚的 但是在其他的层面 比如在企业界就不一样了 他们可能不太在乎 什么价值观念呀 什么共产主义敌对呀 他们不在乎 他们只在乎赚钱 那么在大家都急着要到中国赚钱 这个背景下 他们的影响力对政治家 对学界的影响力又非常大 那么就造成了最终 共产党成功了 拿到了这个永久最后国待遇 然后拿到了WTO 就是世贸协议 这个不能说是美国人民 不认识共产党 但美国人民很早就很清楚了 但是美国的政界 美国的商界和美国的学界 在他们希望到中国去投资 赚大钱的这个前提下 利用中国的廉价劳动力 这个前提下 他们过去假装不认识 或者说是装税的人 当然现在共产党对自己 已经富起来了 他已经GDP很高了 他觉得自己已经强大的不行了 而且在国内竞争中 就跟我二十多年前说的一样 当共产党拿到你们的 这些企业的技术市场 管理经验以后 他为什么要让你赚钱 他自己不赚钱呢 所以现在最近这些年以来 这些企业在中国赚钱 也越来越困难了 这就影响到了学界政界 所以现在他们开始醒过来了 这个不是因为他们真的醒过来了 因为他们过去实际上只是装睡 现在呢不得不醒过来了 而且中共的威胁 确实威胁到美国本身了 他们毕竟还是生活在美国的 所以他们 等于他们的爱国心被唤起来了 他们赚钱已经反正赚不到了 没有那么多大钱可赚了 那么他们爱国心开始起来了 这个时候开始 我觉得是最近十年左右吧 逐渐走到这一步的 当然走到川普时期已经很强烈了 已经比较强烈了 现在这届政府也不能完全改变 川普那个针对共产党的这个政策 这个听证会之前呢 就是加拿来这个麦克主席呢 他在纽约有两场活动 一场是这个上午 他是早上呢 来到了这个长老公会 因为那个地方设有中共的海外110 在那地方他谴责了中共的跨国镇压 然后下午的时候 其实他还有一场私下的 私下的这种安排的 就是见了一些本地的留学生 因为我和他们比较熟悉 然后他们听了就是 也是三个议员 两个党的都有 专门听起来这些人 他们在海外 这些年轻的学生 他们在海外遭受到中共的这种骚扰 迫害的那种情况 其实这和这一次听证会上 我觉得一个最给我印象最深的 就是说中国人实际上是中共 这个最大的受害者 这些中国人的这些受害者中 他们会有很多人敢于的站出来 和中共是对抗的 那么美国如果要和这个中共 做战略竞争 那么他就必须要和这些 中共的受害者 和这些反抗中国的人 站在一起 和他们合作 这样的话才可以 如果不然的话 仅仅是靠这个 如果是中国 就是像共产党自己宣称的那样 他和人民有血肉联系 如果美国人的 这个美国的领导也好 美国社会也好 美国领导人各界都接受这样一个说法 而不把中共和中国人分开的话 那么美国确确实实 接下来要和中共做战略竞争 那其实是非常难的赢得胜利的 他必须要做这样一个切割 做这样一个扭转 从而再扭转 在美国 至少是从美国先开始 扭转一个本地的这样华人 其实我们要看清楚 不只是华人 就像刚才魏京城先生说的 其实是相当长时间 他们自己的精英 他们自己的智库 然后在那里装罪 然后长期时间和中共做狗 做狗合 做这个绥靖 其实就是说 不仅仅是本地的华人 在美国的华人 他们有表现出来亲共 实际上你美国的本土的 你们这些人 这些所谓的主流社会的人 你们也没有做得多好嘛 那现在这个如果 从这种FBI局长所说的 中共对美国提出的 一个全社会上的威胁 我们如果要处理这种威胁 那当然是要把那些 首先的就是要和 这些敢于和中共反抗的 那些人站在一块 这也是在听证会上的几个人 包括统一女士也好 包括这个博民 都非常强调的一点 我觉得这个听证会 开的是非常成功的 我是非常非常非常有感触的 除了这个听证会之外 国会还有好几个 这个相关的议案 包括金融服务委员会 和外交委员会 通过了好几个法案 未来呢 这些议案将会通过国会 最后去投票通过 其中有十多个是针对中共的 说实话 我在华盛顿当记者18年 从来没见过这样的阵仗 就是说 这么集中的时间里面 通过这么大批的这种议案 想要推出来 川川你能不能介绍一下 这些法案有哪些啊 主要那些影响最大的 给我们介绍一下 是确实是 这个一个是金融委员会 一个是外交委员会 他们在这两个委员会 都已经通过了 然后接下来就是交给众议院 这个整体来通过了 确实是很多 然后我尤其注意到 有两个给我印象最深的 一个就是说 和台湾的议题非常关键 就是说 他们有好几个法案的内容 其实就是 是预防中共来攻击台湾 要提前动手 说他那个写的法案 很清楚叫deterrence 我们要防 要让中共 你要知道 如果你要入侵台湾 会面临多大的代价 他有一个具体的 554那个法案 他里面提到 就是说他们要至少制裁10个人 他还专门列出来说 这10个人要分成三类 就是如果中国要入侵台湾的话 A 第一类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类的 第二类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类的 第三类是中共中央委员会的 这表明 他们就非常清楚中国的 是什么人在制定政策 就是说这个法案是制止说 如果中共入侵台湾 我们要制裁这个领导人的 包括他们的这个 一些亲密家属 列的范围还是挺广泛的 包括配偶 包括子女 这个很多的 要美国的金融机构 要对他们进行制裁 要没收他们的宅产 不能再和他们继续服务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还有此类很多的了 就是说这个预防 中共攻击台湾的 还有其他的几个好法案 然后另外一类呢 就是他要防止的是 中共在海外的就是大外宣 就是说因为 最近美国也特意提到的嘛 就是说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 中共的外宣和俄罗斯的外宣 是紧密合作的 完完全全是把那个俄罗斯的 那一套虚假的东西给照搬过来 然后他花更大的钱 在世界上宣传 就像是说俄罗斯提供这个 提供这个核心的原料 然后中国提供说我们有钱 我们把东西扩散到全世界去 所以这一次的国会 中有一个专门法案 1157法案 就是要拨款三个多亿美金 给国务院和其他部门 来在这个和中共的 这样一个大外宣 做针锋相对的斗争 就是说他甚至还要抓捕那些 就是说和中共的这种 简直就是像海外黑社会那样的 他们有就是有犯罪行为的 都是有可能的 也不仅仅是说要投入资源 和他们对抗 还要这个抓获这种相关的这种人物 我觉得这就是很明 当然另外还有十来个法案 确实很多了 就是有一些是在金融上面啦 也有些是在包括上 台湾给予更大的支持上上面 因为这一次的这个主席 麦克主席 他在这一次 听众会之前专门去了台湾一趟 他说他去了台湾 一个很大的印象非常深刻的 就是说台湾人急迫的说 你们答应给我们的军售 到现在都还没来 所以说就是说 这个整体上的很清楚 他们其实是一个 是一个整体兴盛的 来对抗这个中共 就是说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值得欣慰的事情 其实这才刚刚两个委员会 我想还会有其他的委员会 也会提出这种法案的 对我看到那个金融委员会 它不是有一系列的 跟金融相关的一些报告 好像是554还是哪个 它是谈到说 禁止美国的金融机构 给中共的高官 及其家属提供服务 而且我看到后面有些解释 我没有仔细下去看 它是说要 要求美国政府财政部 去调查这些高官 在美国的个人资产 我觉得这件事可是巨大 你说实话 这个我个人觉得就抓住要害了 其实作为中共来讲 它很多你制裁它的很多措施 不一定能够伤筋动骨 那么因为大家知道 中共的绝大部分的官员 很多它的孩子 包括它的亲人 甚至自己太太 都在美国 那么他们有在这有买房的 有资产的 甚至很多所谓的粉红 大外宣的 它都在美国有这些资产 那么如果说 你从这个方面来调查 然后了解它这个资产 而且这个资产呢 有时候你也比较多 你就少要向外面宣布一点点 对吧 就说你们这儿 谁谁有多少资产在这儿 这个它的杀伤力是非常大的 我是看到有这个下面有提议 也是中国人的社群提议 说你既然调查清楚了 其实你是可以选择性的 向中国老百姓公布一部分 这个杀伤力非常大 这个法案就是554法案 就是说如果在中共入侵台湾的时候 他们就要立刻做这个事情 那既然是这样 你得先期做一些调查 你不可能等到他打了的时候 你才说我们再查一下 是李强的资产了 还是说这个什么刘国中呢 还是哪个政治局委员 或者中央委员的 他肯定要先做一些 这样的情报收集公布 对 我觉得会 这个就很好 实际上 这个心理压力 他不公布他也害怕了 对 这心理压力实在是非常 我有一次跟他们开过玩笑吗 我说如果把中共高官 在美国资产查清楚了 习近平想打仗的时候 那些高官会抱着习近平大腿 不让他打的 所以你千万不能打 你打了之后 我们的资产都没有了吗 所以这种情况下呢 我觉得是一张非常狠的牌 我觉得美国现在抓住这个呢 是一个抓住这个 中共的要害了 中共说白了 我以前讲过一句话嘛 就嘴上都是主意 肚子里全是生意 他们最在意的 还是他们在海外的资产 对对对 郭总编 你怎么看 美国和中国关系 现在的这个局面 看来是剑拔弩张 你怎么看这个 其实那个美中关系 现在已经过了一个临界点 未来会那个激烈的冲突 这恐怕就是无法避免了 两国现在都在为这个冲突 在做准备 就是1949年之后呢 美中关系它经历了三个大的阶段 从韩战开始到1972年是第一个阶段 这个时期美中是对敌对的关系 到了72年以后呢 1972年以后到2018年呢 美中是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那2018年后就进入了新阶段 就是战略对立战略冲突的关系 所以要理解美中关系 那个最新的变化呢 其实首先要谈到所谓的 西奥西底特陷阱理论 说的就是旧的世界霸权和新的崛起的霸权之间呢 它通常都会发生比较冲突和对立 大部分会导致战争 这是西方的观点呢 但是呢 中国经济崛起呢 和美国发生了矛盾 的确也发生了利益冲突 但实际上呢 新崛起的霸权和旧霸权之间的矛盾呢 它并不必然一定会导致激烈的冲突或者是战争 只是美中之间这种关系 它是必然要恶化 激烈的冲突是无法避免的 那原因是什么 为什么美中就一定要恶化 别的不一定非得恶化 但美中之间非得要恶化 您就怎么看这个问题 这个主要还是因为中共了 就是刚才魏金先生也谈到了 就是第一呢 中共政权它的合法性不足 导致了它非常恐惧 它总是疑神疑鬼的 以前经常提的就是亡我之心不死了 到后来是境外敌对势力 就算中美它蜜月期的时候呢 中共对美国在政治上它也是批判的 另外呢就是中共 它其实从没有放弃过 所谓的革命理想 这个革命理想呢在共产党宣言里面 说的已经很清楚了 共产党人不隐瞒自己的意图 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 全部现有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 所以他们是要用暴力来改造世界 最近几年中共回归原教址了 习近平带着政治局委员们就是去宣誓 说是要为共产主义奋斗到底 这对资本主义的美国来说绝对是一个可怕的事情 其实啊说实在就是美国现在呢 它跟中共之间的这种矛盾呢 我个人认为还有很重要一点就是完全是价值观的不同 对 那么美国原来是先放下自己价值观 希望你中共能够跟着我走走走走走近我 但是这个事情呢我觉得到习近平连任那一天啊 这个梦想已经彻底彻底的破坏了 为什么因为你已经走向拿拜登的话语 你已经走向斯大林了 你不是走向我对吧 你走向越来越专制越来越举钱 然后越来越就是不给民众应该有的自由 所以这种价值观呢导致了 那美国人他也会很颓上的 对 包括我相信现在克林顿应该很颓上的 他当时说你们该为此自豪 我们像中国开放之后一定会怎么样怎么样 结果全是反的 所以呢我现在走到今天 那么共产党他本身有他那种理论 他要那样去做 同时呢这个美国看到中共走到这一步 习近平这一步之后 他也知道他所有的原来的政策全部都失败了 他这时候必须去反过来抑制他 如果不抑制他的话 那他有一天真的是要来取代你的 或者是要来把你给威胁一下也好 或者把你打掉也好都有可能的 对 尤其是现在是中国是 除了刚才李金先生说的价值观 还是尤其是红卫兵掌权 现在中国的那个遇到他这个红卫兵的特点就是 遇到任何矛盾就要斗争到底 不妥协打倒对方 还要踏上一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 所以这种斗争性导致这种冲突只会越来越激烈 如果体制和价值观一致的话 某种意义上我觉得是有可能共存的 而且很大几率是共存 但是如果体制和价值观是截然相反的话 那我个人觉得是必有一战的 对 我把你打掉你就会把我打掉的 对 除了宣传这个之外 其实中共是不是也有一些实际上的一个动作 各种各样的动作 那太多了 就是我觉得中共它自己其实它也清楚 就是美国现在已经不可能掉头了 就是美国对它的这种态度啊 就包括连那些跟原来很好的 这种基辛格也好这些都说回不了头了 回不了头了 对 所以那它其实从近几年来对美国的态度 对美国的动作一直是不断的 那么最近的像这个二中全会公告嘛 就是要大家这个在体制内 其实是发布了这么一个态度 就是说大家要准备好这种 经得住这个国际秩序的惊涛骇浪的考验 其实说白了一点 就是大家准备好跟美国干吧 那就是一种动员 中国和美国或者和西方民主国家呢 它的根本矛盾就是说制度或者说价值观 价值观和制度算算一起的吧 这个矛盾呢是不可调和的 共产党在这方面认识很清醒 像咱们刚才说到了 西方的一些大企业为了利用廉价劳动力 所以他们故意假装不清楚 但是现在这个情况已经变得越来越清楚了以后 双方这个矛盾就开始爆发了 这个矛盾是不可调和的 因为什么呢 对于美国来说可能事情不是那么严重 你只要不侵犯到美国的利益 但是对中共来说不仅仅是个利益的问题 你美国这个民主国家的存在 民主社会的存在 人们生活的那么好 那么舒心 这个对中国的老百姓来说 有很大的号召力 很大的影响 它是一个榜样 这个力量非常强大 等于你什么都没说 什么都没做 你已经在离间 共产党和老百姓之间的矛盾了 已经在那离间了 所以共产党是过去为了做生意 为了得到美国的资金技术等等 他可忍了 韬官养毁 咱们韬官养毁 咱们忍了 但是不等于说他不知道 他一直都非常清楚 所以中共对美国来说 对西方民主国家 它是采取主动的进攻的态势 而且就像刚才郭军说的 他其实一直没有断过 他一直都是这么说的 一直都要这么做 只是西方人装税而已 但是现在西方人不装税了 所以习近平就感觉到了 可能后边有惊刀骇浪了 如果美国政府在赶召中国人民的情况下 和中国人民合作 那么共产党的政权可能就不长久了 这是他们最担心的事情 也是他的核心的关注的 经济什么的都是排在后边的 他们第一关心的是 他们的江山能不能维持下去 他一党专政能不能维持下去 这是他们最关心的 所以他现在说很紧张 说要弄不好有惊刀骇浪了 让大家警惕 再来说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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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